农历过年即将到来 立委何欣纯跟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全联会等单位 这一天共同举办了寒冬送暖活动 捐赠了1450包的白米 给大理以及太平区的中低收入户 而在雾峰的玄陵道院 也捐赠了红包以及白米给雾峰区的弱势民众 他们的善心是让屯区暖洋洋 桌上一支排开几十包白米 这些准备要给里长领回去 发放给里内最需要的中低收和边缘户家庭 立委何欣纯与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等单位 这天共同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冬季的时候 我们希望集结所有会计师的力量 对社会做一个回馈 所以我们每年在这个冬天的时候都会募集资金 然后再采买一些民生物资跟白米 来赞助这个来帮助这个弱势的族群 白米的捐赠这些物资 我们是台湾省会计师工会最先开始 那就我跟大家讲过了就是13年了 连续13年了 那我们今年大概也有2万多包吧 2万多包 所以我们这历年来已经好几十万包了 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理事长表示 连续13年捐赠白米给弱势民众 每年全国都会捐赠2万多包 今年将扇形拓展到了大理太平地区 这一次一共捐赠了1450包白米 而立委何欣群也加码 送给大理太平20多个有主食共餐的社区关怀据点 每个据点1500元的台湾国产猪肉架菜 他们今年愿意把这个扇形推动到我的选区太平大理 那所以我们今天找了太平大理的很多的理长 那来共襄盛举 因为我们透过理长能够送到每一个社区里面 真正需要的边缘户家庭跟弱势的低收入户家庭等等 将手中的兑换卷交给物丰公所人员 准备要给各里的弱势民众 让他们到雾峰六谷里的玄陵道院领取送暖的物资 希望能够尽为博之力 在寒冬中感受到满满的温情 奉了贤天上帝 即使我们要来这里 如果鼓励 可以赚到这个当年救赐 这个机会来服务 我们众生 可以赚到利益大众 利益大众就是可以赚到有社会 有什么比赚到困难 可以赚到来给他 可以赚到当年过节 它温暖的一个过年 因为今年疫情的发展 所有物资会比较缺少 然后我们玄陵道院又 这种公益活动又不缺席 来帮助我们整物丰区 今年防疫的部分 或许有一些民众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工作上生活上陷入困境 有一些物资 或者是我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让他们今年可以过好年 爱心部落人后的玄陵道院 连续两年捐赠白米及红包 庙方表示 搬来雾峰两年多的时间 玄陵上帝指示要做公益 今年将发放给雾峰 各里无名弱势民众 让他们过个好年 介绍专台中草报道